觀眾朋友 你好 不知道你愛錄影嗎 其實有小孩子的家長 應該很喜歡 特別小孩子說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去錄影 錄影真的很好玩 你知道嗎 在山裡面 你可以住在 然後晚上可以看星星 白天可以去玩水 還可以BBQ烤肉 大家玩大地遊戲 請你跟我這樣說 有夠好玩 露營這幾年 其實是成為臺灣非常重要 非常熱絡的活動 甚至是運動 但是臺灣人敢不太好大 好山好水好危險 因為觀光局在上禮拜 公佈了第二波臺灣露營地 總計全臺灣九百多個 露營地當中 只有一半是合法的 其中有很多很多不合法的 是位在哪裡呢 位在國家公園裡面 根本不應該開發成為錄影地的 還有位在哪裡呢 位在違反森林法的這些重要的土地上面 還有位在哪裡呢 位在那種會山崩會地滑的地質敏感區上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就是交通部觀光局的網站 你現在去這個網站都知道有一個 叫做露營專區 他之前公佈了嘛 上禮拜有公佈第二波 那第二波呢 其實他就直接講說 現在全臺灣九百八十三個 露營場地合法合規的五百四十一 大概就是一半 然後呢有很多是違法的 其中說實在大家要注意 合不合法當然很重要 會不會死人這個恐怕更重要了 我們來看看最重要是什麼呢 位於這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的 這些露營地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看 全部都是你看 新北市在平陵在新店在烏萊 桃園呢是在復興 然後呢在新竹呢 武峰 他其實都有名字啦 大家其實可以趕快去查 是不是上禮拜 你也有去這個地方露營 新竹也很多間 然後呢 再來我們來看看新竹 應該是最多的 尖石啦 武峰啦 還有尖石這麼多 苗栗 山藝 山藝也很多人喜歡去玩 山藝 公館 卓蘭 南庄 很多地方呢 都是位於地質敏感區 這可能會山崩地滑的 大湖也有 再來 泰安 再來 苗栗 西湖 兆橋 頭屋 臺中市的和平區 北屯區 東市仁愛 這跟台中而已 再下來 你看 南島也有 雲林也有 家宜也有 台南也有 高雄也有 廳東也有 台東發電 通通都有啦 這些呢是位於所謂的 山崩地滑的地質敏感區的 露營區 為什麼臺灣這麼多非法 特別是破壞環境生態 的露營區呢 我們去露營呢 當然就是要清淨自然 可是會不會成為 間接的環境殺手 下半場來談這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這個題目 下半場要說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些商品 這就是現在 我們臺灣農田不種田 不種稻 不種菜 種什麼呢 種豪宅 還種什麼呢 種工廠 你看喔 哇 這個稻田綠油油 實在很漂亮 可是這邊是什麼 砂石場 這些都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提供的 這些資料啦 你看這片綠油油的 旁邊什麼 一大片的工廠 再來這應該在鋼山啦 鋼山你這樣看過去 理論上這是應該是 一片無雅的這個 所謂的農田 那個秋收的時候 應該是很漂亮 可是現在都種這個工廠 然後到處都是喔 這應該也是還是在鋼山 這鹿工啦 我們這個水舞金 最大的這個聚落群地 這個叫做丁環博 陸港頂環博的這個 所謂的工廠很重要 但是怎麼樣都不敢猜 因為他已經拼到全世界第一名 這個是在鹿港 這重點在看什麼 我長在去啦 那不是說 長的長很久很久 那是現在還在去的啦 你來看看 這也是臺灣到處都看得到的 農地上不種田 種豪宅 種工廠 這個是愛爾蘭商樹聯 股份有限公司 這在神鋼 然後這也是愛爾蘭商樹聯 然後這是地堡做車燈的 你都不要小看 這什麼什麼規模不大 這都拼到全世界冠軍的這些產業了喔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做在哪的振興橡膠 然後呢 鼎立金屬 再來呢 這個是做丁環博的啦 做瀝青 然後我們的中央跟地方政府說 如果你是低污染的話呢 就睜隻眼閉隻眼就算了啦 問題是做丁環博那是低污染 可是他還是被認為是低污染 所以可以進去 再來呢 這個說是皮革業啦 儘管說呢 政府經濟部一直放寬 所謂的低污染產業的認定標準 門檻一直下降了 可是他還是過不去 可是他還是依然可以去申請 然後呢 這個也是正在興建的農地工廠 為什麼今天談這個呢 因為今天立法院正式要來審查 這個叫做工廠管理輔導法 什麼意思呢 這些非法的違法的 或是去申請臨時的這些工廠呢 應該早就已經要被拆掉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成為合法的工廠 可是今天呢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都有立法委員提案 說你太瞧了 我們應該讓他展延 展延如果一次沒過的話呢 就不要讓他過了 那另外也有理會說 一次太嚴了 一次沒過 兩次沒過 可以讓他展延五次 然後呢 還有一個規定是說 如果你地方或中央 沒有辦法輔導這些非法的工廠呢 可以進駐到工業區的話 那就可以讓他無限期的 一直展延下去 延下之意 就讓這些非法工廠 就地合法 上班產來提到這個題目 我們介紹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政治大學 第一正系的教授 許世榮 許老師 大家晚安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專員 吳祁榮 大家晚安 再來歡迎是長期研究都市計畫 跟國土計畫的 中央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員 李詠仔 李老師 大家好 來看看今天立法院為什麼要鬆綁 地球公民基金會質疑說 阿甘公是選舉要搞了 一直要這樣綁裝政策買票 綠油油的農地 東缺一塊西缺一角 被違章工廠佔據 行政院曾宣示要守護農田 藍綠立委卻突然在二號提案 排審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草案 原本只有兩千零八年之前的 違章工廠有條件申請 臨時工廠登記 民進黨立委林黛化提案主張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的 都可以申請 國民黨立委王惠美許淑華 則主張二零一六年五二零之前的 都能放寬受理 但同五萬到六萬多筆的 違章工廠黑術渴望解套 雖然違法但可以繼續運作 不用被開罰 他是一個過渡性的法案 這件事情是要慈悲跟智慧 慈悲是什麼 待會包括我們在座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每一個人都希望健康永續的活在台灣 那如果說你有一條線 我以後我嚴重的來控 嚴格的來控管 可是之前的東西你要不要去解決 好啊你說叫他們去園區啊 那土地在哪裡呢 那這個只是讓他們有一個相關的 喘息的一個機會 得知立委部分藍綠有意鬆綁 環團上午在立院外頭 痛拼現行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已經讓違章工廠在十年內 暴增五萬多筆 截至去年全台已有共十三萬筆 未來再放寬違章工廠問題 恐怕全面失控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種不公平不正義的 而且我們必須要說 這一次的修法是為什麼 這次的修法完全是一個選舉操弄 為什麼說是選舉操弄 因為提案人之一王惠美 就是今年要參加 參加彰化縣的縣長選舉 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回應 希望行政院可以針對立委的提案 做出整合版本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哲直言 無法接受 這樣的修法通過的話 那是不是等同對外宣示 將來政府就是不管怎麼樣 都會讓違法的工廠再合法化 所以這個我們農委會 站在保護農地的立場 當然是沒辦法接受 在環團抨擊修法是為了年底選舉 繳築彰化縣長的王惠美否認這樣的質疑 強調現有的違章黑術需要申請臨時登記 才有機會被納管 但環團就怕修法將加速農地流失 要求立委們立即懸崖勒馬 記者黃玉堅郭俊麟台北報導 不過這都有點看不太懂 在之前我們其實也要邀請那個徐老師來談過說 全台灣現在大概有十萬間的違章工廠 十萬 十三萬間 然後呢我們中央政府說 我絕對要把你拆 拆幾間呢 拆十七間 十三萬間拆十七間 這已經夠荒謬了 結果更荒謬的是 十七間還拆不完 現在只拆了十三間左右了 你就算十七間拆不完 那大家彼此摸一摸也就算了 結果是現在立法委員要再提一個案子 說這些違章工廠 要給他就地合法 是這樣子 我們上禮拜一就開過記者會 然後特別跟農委會呼籲說 這十七間絕對要立即拆完 然後絕對要再啟動第二波 因為我們知道十七間真的是 投名狀啦 就是各個縣市大家負起一點責任 但是我們更不幸的是 其實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其實就跟經濟部中辦 也就是負責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的單位 然後開了會 然後他們說六月的時候 要提這個版本 然後再進到立法院之後 然後八月的時候我們再來公訪 可是沒想到 我們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知道了經濟委員會 廖國棟招委突然排審了 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 那我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 是長這樣子的 重點在於說 原本是在九十七年 三月十四號以前的違章工廠 是可以來申請零燈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工廠 它到底有沒有新增建 有沒有在這個廠區裡面擴建 其實講坦白話我們都知道 有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有非常多的案例 在手邊看到了 明明就是去年的農曆年才蓋好的 現在也成為臨時登記工廠 但是它原本就是一個小倉庫 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了 這些我們都不談之餘 當初不是講說蔡英文蔡總統 在兩年前的五二零上任之後 所有新建的所謂的工廠 違章工廠 全部都急爆急拆 現在是說又可以讓它去臨時登記 我們從從從這個數據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每一年新增建的違章工廠 尤其是在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我們用稅籍資料來對 有稅籍然後沒有廠燈 這個其實會蠻準的 為什麼會準呢 因為中華民國萬萬稅 所以稅籍抓得蠻準的 我們發現跟農委會 整個勾擊出來的 整個臺灣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資料蠻準的 每一年新增的間數 從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每一年都是六千間 OK 六千間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 這代表了 不管是燃或是綠植鎮 就是固定增加 每年六千間違章工廠 對目前 我們在二零零一年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新增差不多是兩千間 OK 那現在因為工廠管理輔導法 兩千一五年開始討論之後 然後到二零一年真的落下去之後 新增的速度不斷的加快 從兩千間一路上升到四千間 每年一路上升到六千間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一直在 跟立法委員呼籲說 這已經產生了非常嚴重的狀況了 這已經不是叫做輔導違章工廠 這個叫做製造違章工廠的法 現在今天在立法院是說 要讓這十三萬間非法的違章工廠 然後呢你只要去登記 你就可以永遠無限期的展現下去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要特別的講一下 就是說目前林黛華委員 以及許淑華委員的版本裡面 有特別的提到 就是只要政府提供不出符合中小企業廠商認為他可以進駐的產業園區或者是土地合法化的要件 那他就可以不受前項但輸的展延一次 也就是說我就可以只要這些廠商認為這不符合我的需求 我就可以不斷的在展延在展延 每兩年一次 每兩年一次只要政府提供不出中小企業的廠商認為的土地就可以不斷的展延 現在其實已經停止申辦展延的申請了 對不 對 目前的話就是現在的實現就是到一百零九年的六月二號 那就是在後年的六月二號其實就會到齊了 OK OK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今天在立法院為什麼要審這個法案是怎麼審 那以及為什麼要談這件事這麼重要 其實現行的這個叫做工廠管理輔導法 那其中有一條包括民進黨的林黛化委員 國民黨的許淑華跟王惠美委員都提案要來放寬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受理的期限要把它放寬 第二個所謂的臨時登記辦理的期限也要把它放寬 再來所謂的放寬輔導期限 本來是到一百零九年六月二號 林黛華也是一百零九年六二號這部分他沒放寬 但是許淑美跟許淑華跟王惠美呢 他們就有說從一零九年要放寬到一一四年再多放寬五年 再接下來展延這是最重要的 要現在是說一百零三年已經展延一次 展延三年到一百零六年 就是沒啦落日啦 沒有啦 close啦 現在不可以說不可以close喔 要再收說什麼如果沒有環境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的話呢 你沒有說達到所謂的違反大嚴重性而到停工停業的標準的話 你可以再申請展延一次 就再從這個輔導期一百零九年展延五年到一百一十四年 許淑華的版本呢 是說可以再展延到一百一十九年 這個比較久啦 再來王惠美也是說要展延 他是每年一次最多五次 也是到一百一十九年 可是這條最恐怖啦 如果呢實施十年內 主管機關 你設什麼科學園區工業園區 結果呢都沒有辦法讓這些違法的工廠 進到合法的園區的話 那麼呢你不是只能展延一次 你可以展延一次兩次三次五次 展延到無期限 我請教徐老師這個衝擊會是什麼 我想這個衝擊會非常的大 那我想這個問題大概都很瞭解 因為這些違章工廠往往會製造很多環境生態的一個污染 那會產生我們糧食的安全方面的疑慮 那我們其實臺灣的農地本身量已經是非常不足了 是 那現在在不足的狀況之下 連這個農地的品質 我們也聽過很多的土壤的污染 因為這個大概都是座落在非都市的土地 大概都很多都是在特定農業區 是 因為特定農業區往往就是有經過農地重化的 因為這些工廠往往需要有這些農入 然後呢它的車輛才能夠進出 所以我要叛醒我們全國的觀眾要特別注意 這些違章違法的工廠大部分都是設置在我們要留下來要保命用的農地上面 而那些保命的農地我們把它稱為特定農業區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這張照片 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PC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就很清楚 麻煩導播讓我看一下電腦 你看喔 這是這 景存 這根本就機靈地了 這隻小孩 也在種種子 好不容易這一塊還能種田 旁邊是工廠 我是不曉得說它是不是有嚴重的污染的問題 是 但是呢 工廠這樣一概 實在說 這邊要不受到污染 恐怕也很難 可是我回過頭來問徐老師 在林黛化那個版本 它有一個前提 沒有環境安全 食品安全 或其他公共安全的 才可以做展研 所以有放心嗎 這也沒有環境安全的問題 那我想那個 我們沒有辦法相信 這個工廠輔導法 其實已經不斷的展延一次又展延展延 那我們看現實的一個狀況 其實往往有很多所謂的控制場子 還有一個整治場子 都是農田上的一個污染的狀況 那我們這個法令 當然它是可以這麼寫 要設定各種條件 設定各種條件 但其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這純然跟地方的政治生態 都有很大的關係 有一個重點 我想跟各位分享 這個在管的法 叫做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的主管機關 在中央是內政部 在地方是直轄市 跟縣市政府 所以有關這些農田上的違章 其實在地方上 要看你地方政府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要來執法 我們根據區域計畫法 第21條 其實都有明文的一個規定 那你要去 要先 你要去 這個要求它回復原狀 要斷水斷電 然後呢 甚至還有更高的一個法制 但是我們政府呢 尤其是地方政府 往往是不執法 那這涉及到地方的一個政治 那內政部以往 大概都只能呼籲 他們以往每年都會呼籲 哎呀 各直轄市 還有各地方政府 我們的農地上污染非常嚴重 麻煩各地方政府 你們要努力去取地 結果呼籲 也就只是呼籲 都沒有實質的一個效用 那我們是 不斷不斷地產生 你看每一年大概六千間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到區域計畫委員會 在審議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工業區 也不斷地在增加 對啊對啊 我們不斷地增設 比如說在台南新極工業區 未來在黑面皮路 的生態保育的地方 另外有個七股工業區 結果你工業區 閒置土地這麼多 農地的工廠 所以要給他就地合法 所以有一個非常矛盾的一個現象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一次在審查 這工業區要增設的時候 他的理由都說 我要來收納這些違章工廠 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看新極工業區 我看尤其看了七股工業區 在區委會看那個報告書 都是為了 其他縣市也是一樣 都是為了要收納這些違章工廠 但是我們是兩條平行線 工業區不斷地一個上升 但是違章工廠也不斷地增加 兩條平行線沒有辦法有交集 不過李老師我們來看看 剛剛林黛華講得很清楚 這件事呢 他是希望作為一個過渡型的一個法案 然後呢是需要慈悲跟智慧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都希望能夠活在永續的土地上 但這塊土地 有一些我們必須要忍受的 可能過渡型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違章工廠 而這些違章工廠我們來看看 包括台灣 蘇聯是全世界前三大的 地保座車燈的 就是台大公町環博家 全世界第一名 振興橡膠在彰化大村 全世界前十大 還記住他們的 自營實業 這個是木器加劇 是IKEA最大的螺絲供應商 我們來看看這些位置 除了說單間成為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這些產業之外 它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聚落 譬如說新北市的我們以前 譬如說台中的彈子大雅神鋼 譬如高雄的鋼山 譬如彰化的頂帆 這其實都已經是一個產業鏈聚落了 你敢也敢不走 你如果敢走的話呢 不但會造成很多人失業 他也會導致台灣經濟很大的挫敗 因此過渡性的 如果他沒有違反重大公安環境的話 讓他可以階段性的合法 好好管理 為何不可 李老師 這個看要對誰慈悲 是對土地慈悲還是對經濟慈悲 我覺得這個要想清楚 就剛剛我們在談的時候 我們都從經濟的角度來發想 的確這個一千億或者是前十大等等 可是我們想想看 我們通常對於這個一個產業的開發 我們要考慮的是社會面 經濟面跟環境面 那麼一般來講 經濟的效益 大家比較可以馬上感受得到 譬如說我從農地變更為住宅區 大家都看到說一番好幾番 可是對於那個社會的影響 對於環境的影響是比較不容易感受到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農委會是在管糧食的生產 經濟部是在管工廠的登記 別忘了還有一個社會福利的部分 也就是外勞的影進 那這三個不管是經濟部 農委會 別忘了如果有污染的話 又牽涉到環保署 那這三個的部會 最後所牽涉到土地是內政部 所以我們光光這樣一看 至少牽涉到四個部會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從哪個角度來看 對於環境的衝擊跟社會的衝擊比較慢 譬如說砍一棵樹不見得 馬上就會有土石流 種一棵樹不見得馬上天氣太陽都變好了 那我是覺得說我們恐怕要一個很清楚的想法 就是說這一些在農地上種出來的工廠 因為他地價低 價格低 那他們一定會說那工業區的價格高 可是我們的確在區委會裡面都會要求說 你既然都市地方裡面有工業區 那麼非度裡面又有產業園區 你應該要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你才能夠說讓他能夠這一邊拆掉之後讓他去 可是我們一方面 這一些的既有的工業的園區還沒有被消化 是 為什麼 因為低度 鹹度 鹹地 鹹制利用嘛 那麼這些工廠的廠房 別忘了我們剛剛所算的價值恐怕都沒有把環境的成本 拿進去 它的成本都外部化了 如果 如果我們以後輸出到國外去都要飆水足機 碳足機 那這樣的產品如果是卡關的話 我們這個完全的產值就會不只少一個零 不過很重要的觀念是說 到底慈悲智慧是要用在哪一個方面 用在誰上面 可是我們來看看 一個完全不同的解讀方式 一個是說呢 如果十三萬家的違章工廠 你連指標最最最指標的十七家 你都猜不掉的時候 你又如何去對待其他十三萬家 因此有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要來輔導它 可以減少污染有效管理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說 你怎麼可以讓這些違章污染的工廠 就地合法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從去年開始一直說十七家一定要拆 一直要拆 拆到現在只拆了十三家了 還有四家還沒拆 其中四家呢 有三家是在彰化 一家是在雲林 我們來看看 所以接下來我們政府說 除了這十七家 還有三萬家的這些重點呢 也可能要拆 可是呢 這個速度說實在 連十七家拆了一兩年都拆不掉 你更別談去三萬家 這些地方 可是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農地上的這些工廠 可能是大家認為一定要處理不可 如果就地合法的話 是不是後果會很嚴重 雲林一處機械零件加工廠的員工 拿著稀油棉紙 一張一張鋪在重油上 因為這塊農田被人發現遭偷到廢油 一整塊農田有誤一片 到現場機場 他有發現說 這個工廠的員工 將一些廢的一個重油 或者是一些容積 那請到在隔壁的一個土地上面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彰化 八月是第二期到座插樣的時節 眼前這塊農田 卻完全沒有動靜 因為農糧署進行田間盜作採樣時 發現稻田受到隔污染 必須暫時休耕 環保團體擔憂 該流域的其他稻田 恐怕也無法倖免 工廠的排放物污染附近農田的新聞 許有所聞 原本農委會預告 會以二零一六年五二零為分界點 先行拆除十七間違建工廠 至今卻還沒有拆完 近日又有立委提案 要讓持有臨時工廠登記的工廠 無限展延 環團批評 根本是要讓違建工廠就地合法 農地恐怕人會面臨各式污染物的影響 彰化環保局表示 全國受污染的農地六成都在彰化 長年的重金屬污染 單靠灌排分離是不夠的 必須將工廠完全遷入專區 集中處理廢水 才有可能解決污染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 現在一直到一百零六年二零一六年為止 全臺灣至少我們根據環保署的資料是 總計五千九百二十五筆的 這種農地污染的情形 那當然有一些在所謂的那個罰了 或是要求他改善之後 他有持續在改善 將近是兩千八百 大概兩千九百筆 可是還是有很多是持續在污染 更別談說這一兩年 以及其他沒被掌握的 我再請教一下齊鴻 這個問題看起來 如果說還是回到歷史工業的話 以前的人解決不了 國民黨解決不了 民進黨解決不了 那難道就放著讓他爛嗎 我們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這段時間裡面 然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跟我們地球公民基金會 幾個環保團體一起協力 一直想要把這個問題拉清楚 然後我們後來真的找到了一個方法 把中高污染的違章工廠的數量抓清楚了 就是我們用稅籍資料可以推出出來 全台灣目前的中高污染違章工廠是八千四百間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可以看到了 相關的產業別 其實也是非常的清楚的 金屬表面處理業 也就是所謂的電鍍業 有接近三千六百間 硬燃整業 也就是那個紡織裡面 有接近六百間 然後基本的製材業 也就是那種木材 然後需要做一些油的乾燥的這些的 我們都可以知道這些的加速 以及甚至是他的區位 我們其實要看到了 就是說日本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 開始面對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可能晚人家五十年沒關係 他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 開始做一件事情 叫做成立公害防止事業團 也就是讓在地的 像現在台灣的經濟部 跟現在目前的環保署 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法人 來共同的去跟地方政府 共同的去協力來說 到底我要該畫自還工設備的園區 或者是我要怎樣的去用中小企業金的方式 來去做一些資金的借貸 讓他長期做一些攤提 OK 所以站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角度 是說也沒有說要求你十三萬間 在幾年內全部要拆掉 而是針對那種中高污染的八千多間 你要嘛定下指標 一年兩年三年把它拆掉 要嘛你定下方法一年兩年三年內 你讓他輔導到特定專區 或者是改善他的製程 這八千多間你要鎖定 而不是漫無目的的說 會不會拆 拆到七斤就拆不了 徐老師你的建議是什麼 接下來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態度 剛剛的一個報導裡面提得到的 我們要劃定一個專區 這是一個非常要正 你怎麼圍也沒有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胡蘿蔔 另外一個鞭子 兩方面兩手的一個策略 明年你不進去 我今年底就幫你拆了 對 那另外我要提一下 所謂的歷史工業了 我們大家都會用歷史工業 來形容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這是必須要商榷的 因為區域計畫法是在民國六十三年制定 我們從民國六十四年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 我們就把全台灣大概非都市土地 都把它進行編定跟進行管制 在那個時候大概就是依照你現地的使用 來編定跟管制 所以那個時候就一定是現地合法了 我想這個觀念我想拜託大家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這個歷史的一個脈絡 我們在民國七十五年的時候 就針對這些農地上的違章的一個工廠 就已經讓它就地合法了 已經合法過了 已經合法過了 所以已經沒有所謂的歷史的工業 那是後來又長出來 後來長出來了 很多都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希望中央跟地方真的要所謂的 鼓起勇氣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接下來這個問題呢 恐怕也不小 露營呢這幾年大家都很喜愛啦 要請開的一四個都可以住 我們來看看 你住你就不能歐白亂住呢 這所謂的山崩地滑敏感區呢 桃園有五處的露營地 新竹有八十一處的露營地 苗栗六十二台中九雲林二 加以十八處 南投有三十處 所謂的如果是在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你真的還睡得下去嗎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的 非法露營地 帳篷露營車 這是台北市華中露營場 是全台為數不多的 合法露營用地之一 不過多數的民眾對於全台有哪些 合法的露營用地 其實並不了解 合法非法你其實也不太清楚 對我本來以為都合法 以安全性當作第一考量 今年一月觀光局公布第一波的露營場地資料 不過合法的加數只有八十六加不到百分之五 但非法的黑名單卻沒有公布 第二波公布資料強調會揭露違法的業者 不過這次卻只將部分的違法名單公布在觀光局的官網 而且強調合法的加數從八十六加改為四百五十五加 合法的加數比例有百分之二十五點四 違法的加數則有一千三百三十四加 將近七成五 而違法以照查處的則有七十加 不過露營協會表示 觀光局嚴重低估非法的加數 我覺得這個數字還是相當的保守吧 有些業者他自己有一點地 他也不知道這個是非法還是合法 我們是要有明確的他可能要違反所謂的國家公園法 或者是休閒農場的一個設置辦法 或者是有所謂的那個 那個國產法的一個占用的事實的部分 我們才把它列上去 觀光局強調目前非法露營業者 大部分都是違法使用隆林木用地的情況居多 合法使用只有三十六比只佔百分之二點四一 非法使用高達一千兩百七十五比 將近百分之九十八 強調違反的名單還會持續更新 預計九月就會公布第三波的名單 不過強調有些業者並非違法 而是不合規定 記者黃立委吳家寶台北報導 來歡迎我們第四位特別來賓是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的秘書長蔣大成 秘書長你好 好 大家好 謝謝秘書長 不過我們可能要先釐清 合法非法跟危險不危險 這恐怕不能畫上等號 我們剛剛談的是說 這些呢 位在三崩地滑地質敏感區的這麼多的露營區 總共兩百三十處不是每一間都違法的 他其實裡面有蠻多是合法但危險的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那這些另外呢 就是有七十家的露營場地是確定違法 那違法不必然等於說有生命危險 這兩個方法 但是他一定是違法的 那違法可能是破壞環境破壞生態 或是違反國家森林法等等的這些 我請教怎麼會這麼多違法的場地 你剛剛講說還不可能只有這麼多而已 問題是我們今天臺灣經濟雖然是起飛 那只是表象 那小確信卻是全民那一種心態 其實剛剛談論的不管水污染或是工廠污染 那其實大家心裡都很明白 只是我們的政府相關的這種單位 他執法是不是落實 不管是營地業者或是這種路友們 包括這個中央或地方的相關權責單位 其實都很清楚 只是我們媒體朋友 那目前這個一直再來關注這個問題 我相信已經在行動了 那觀光局也開過三次會 我也去參加過了 立法院的這種所謂公廳會 我也去參加過好幾次了 那當然這樣代表著我們都已經朝這個目標去努力了 那我請教秘書長 一般的你們講路友 就是會去露營的這些朋友們路友 他去這個露營區 他知道不知道這個區是合法還是非法 這是一個問題嗎 大部分是不知道 少部分是非常清楚 老路友像我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 從民國六十四年成立 十月十八號成立 當年我還是大學生 就推動露營風氣 現在已經滿了 大概有四十二年了 這個整個這個露營的階段提升了 當年的露營 就像我們在座各位一樣 都當過學生啊 國中不是都參加格數露營嗎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種底子在 台灣不是經濟起飛嗎 那是不是都有了汽車了 結果提升這幾年來十年左右 就往汽車露營方向 是 他行動力更快 是 那我當年像我大概是 背個帳篷就走了 對不對 頂多搭公車搭什麼客運車 現在除非學校要露營 他還是遊覽車把你載到營區去 當然去的營區決定是合法 現在人很奇怪 他露營齁 不但要有水 還要有熱水 你要洗澡要熱水 還要有電 電還要在自己的棧板下面 有一個插座 對 然後還不能睡在石頭草地上 一定要睡在棧板上 那個露營還要去那個帳篷 一定要幾萬塊 除了你的帳篷還有一個天空帳 還有一個客廳帳 還有什麼什麼一大堆帳 然後BBQ那個烤肉架 一定要幾萬塊以上的 那問題是這種露營對於環境 他到底會有什麼傷害 其實我們老的路友 心裡也是有一點擔憂 因為這個風氣本來是很健康的 大家不是往走向戶外嗎 親近自然 找回健康 主題內容都對 問題是今天我們的營地業者 他認為這個蠻有所謂這種經濟的這種效益 那只是我們地方的官員 不管是新竹苗栗南投 我們都常去都可以看得見 那不管是正確或是執法與否 問題就在於他真正的問題 就在於地幕 像農木用地能不能夠建露營場 可是以前沒有這個法令 可是以前我們當學生時代去露營 都是在健康還有安全的範圍在露營 那個營地沒有錯 因為帳篷背包 沒有像現在你剛剛講的 用電用水對不對 很方便就在你的營區旁邊 那個時候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就是有汽車以後 我後來看一下 其實我小孩子超喜歡露營 到現在我們還沒全家去路過營 主要是第一個我們沒車 第二個查了一下 好貴你知道嗎 一個營地啊 他其實都動輒 就是可能要上千以上 如果你還要再用大一點的話 為什麼會這麼貴 開露營地真的很好賺嗎 問題來了 當年我們這個年代有沒有 背帳篷老實帶隊做遊覽子去 沒有這些問題 現在有問題就是三西產品 這個LINE群組一通知 走 坐會 就去了 根本不要經過我們 中華民眾論文協會 這種組織來推廣了 他自己自動自發 還有個問題 嚴重問題在這裡 今天供與求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出去 需求太大 對 需求太大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營地啊 他們根本不知道合不合法 上網一看 這麼多營地 這個滿了找這一家 那個滿了找那一家 台北 新北不行找新竹 新竹不行找苗栗 總會找到一家 那秘書長我請教 如果說我是有一片山坡地的老闆 不要說老闆 農民 反正就地主了 我如果看到說這麼人 這麼多人想來我的這個山上露營 然後我就把樹砍了 然後把地那個填土填平了 然後弄個棧板 還拉著墊 牽了水 然後讓他可以洗熱水澡 政府會罰我嗎 現在問題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個需求量太大 那很多地主還有營地業者 就認為這個非常有經濟效益 可是地方政府的官員認為 要促進地方經濟 好不容易台北人來這邊消費 我還把他趕走 他那個手就大概 這個就有一點軟一點 齊榮你們也長期在研究這種 露營區對環境的破壞 真的破壞那麼大嗎 不過是砍幾棵樹 我們認為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件事情是目前的露營區 其實很多都是原本的山坡的農務用地 是 那所以做完露營區之後 那就會產生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原本在這裡做農的人 跑去哪了呢 他可能再往更深山的地方 直接再去也不知道 有沒有合法或違法的開墾 OK 你把這個地方 本來可能是種蔬果 種果樹或是種其他的這些 你把他趕走 他就要去別的地方再挖一塊 但是我們在新竹那邊看到的狀況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對於政府公佈的 目前九百八十三處的露營 裡面有五百四十一處說是合法的 這件事情我們非常的存疑 我們特別我們這邊也要求下觀光局公開所有露營的場的名稱 然後點位跟座標 因為目前我們大概能夠盤點出來 全台灣合法的大概就是公營的八十六處 休閒農場的三十處 其他的部分其實都要通通的去用區域計畫法的第十五條 也就是非督管第六條的副表一 他才能夠在秉建跟油氣用地裡面 他才能夠去做這種所謂的露營野餐設施 因為他跟以前那種也早期的這種野餐露營是不一樣的 他是真的要做基礎設施的 是 那的確就要去要考慮安全以及相關的規劃了 那其論我請教你 然後除了說那種本來有在種果樹的 或者是這種生根的這些植物 然後把它挖掉變成露營場地之外 第一個如果他本來就是種一些淺根的 或是他本來是種蔬菜的 其實他那個水保本來就是那個樣子的 變成露營地真的會破壞很多嗎 第二個如果是我是有限度的 我營地不要太大 就一小塊 然後我甚至還讓你還種了很多很多樹回來 難道真的對生態是不好的事情嗎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總體上一定要去做一個總體性的評估 也就是說真的 其實因為目前蓋的很多的露營區 他其實都在水庫集水區範圍 那水庫集水區範圍 其實他受到的相關的規則 管制規範其實是相對嚴苛的 我們希望能夠拉回到一個 真的大家一起來處理水庫集水區問題 以及這樣的山坡地的問題 是 大家一起來處理 那當然的確會有非常多的露營業者 可能會說我們也是很認真的在種樹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的整個法體系裡面 整個其實要走這條路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透過變更的方式 然後大家的總體來盤點 到底觀光局認為他該有多少土地該變更 那農委會跟相關的局處 內政部到底營建署這邊 到底要不要共同來面對這件事情 是 大家一起拉到一個原點 透過一個國土計畫空間的架構方式 大家一起盤點出來 才能夠讓台灣目前有點失控的露營現象 能夠獲得一個遏止 不過李老師這跟我們上半段 在談那個農地違章工廠很像 他其實是對水土對農業很大的破壞 但是地方縱容 他可能是經濟的問題 可能是選票的問題 再加上中央護航 再接上各單位互踢皮球 看起來好像無法可管 可是我們的法才多了 每一條法都可管 結果搞到後來沒有一條敢拿出來用 我們來看看 包括內政部跟地方政府 你可以有國家公園法 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農委會你有森林法 水保法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 還有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還有土石流的這些作業要點 經濟部呢 你還有地質敏感區 劃定變更廢止辦法 自來水法 商業登記法 水利法 原民會 地方政府還有原住民的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 環保署地方政府 有環境影響評估法 飲用水管理辦法 我念完大概就下課了 問題是 你看到全台灣九百多間 現在是查出來的 說是五百多間是合法 但我們對五百多間也是質疑 可是至少有一半 看起來是非法的 怎麼會這樣 我同意剛剛齊榮說的 就是說我們一塊地 如果他是作為農木用地 那他其實不管是生耕還是淺耕 他至少是作為農業使用 那現在的區域計畫 一個最大的挑戰是說 他只有單點的開發 沒有一個全盤的規劃 那所以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國土計畫的想像 就是說 我如果把土地都作為很好的功能分區 那配套的公共設施或公共設備 他就可以搭配上來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講 那個經濟部的在處理這些偽章工廠 他也是先畫一說 我哪些地區可以做特定地區 我針對這些特定地區 我也同意剛剛地工所說的 我針對中高污染的先來處理 是 所以我也同意呼籲說 我們應該先針對目前的 所有這一些的露營地區 應該做類似這樣子 水保問題的 有地質敏感問題的 有重大公安疑慮的 通通先處理掉 對 那剛剛講的很重要是說 危險跟合法不合法 其實真的是兩件事 是 那我們一般來說 應該先做叫做土地使用 適宜性的分析 是 那如果你是在五級坡四級坡 如果你是在地質敏感地區 他本來就是化為國土保育地區 是 為地不拘 避論說我們要在那邊過夜 沒有一個安全的檢驗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萬萬不可 合法不代表不危險 對 但非法恐怕應該會很危險 對 所以應該要先做一個土地使用的適宜分析 然後就一個全國的角度說 哪些地區適合做這樣使用 然後再從現階段 是用開發許可的方式 以後二零二二年之後 區域計畫終止之後 就回歸到國土計畫的方式 這恐怕還是寄生蛋誕生機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民眾 源源不絕的到處 不管你也合法不合法 通通都去住 都去錄影 所以教育就很重要 讓大家知道說危地不需要 那些民眾一定要清楚說 阿娘威你就不肯 抱歉 觀眾不要叫我 不要講阿娘威好像不太好 這個音樂 不過我也不太覺得阿娘威 有什麼不好的 我說媽呀 你真的不要再那種會崩塌的地質 山會掉下來 土會滑走的這些地方去過夜 我們來看看 除了說自己的生命安全之外 盲目的去住這些非法破壞 水保地質的露營區 會對整個生臺 道來什麼樣的浩劫 全臺風露營 但新竹 苗栗 南投等山區 都有露營區違法開發的問題 其中新竹山區露營區的開發密度 成為全臺之館 甚至有些就設置在河畔灘地 或土石流前市區 如果就新竹地區的這個 露營業者他們設置的地點 這個大部分都是在 我們五峰和堅石山上 露營區的開發 不只會造成山坡爛肯的問題 更促使山區農林用地 紛紛轉做露營區 那些農夫們他就看到鄰居的 露營場那麼興盛 所以就他把他的原有的 那些田地毀掉了 來打造露營場 除了政府設立的活動營地 和休閒農場的複設營地 屬於合法營地 高達九成營地 都是不合法 新竹縣政府官員就指出 目前露營區不只是非法問題 更是沒有法律管理的問題 而這些露營區是否可能就地合法 農委會強調農木用地本來就要農用 林業用地也不得供其他用途使用 違者會請地方政府開發 所以習老師我們看 就是法律千萬條 要衣服半條 那麼多的法至少念到完 至少已經有十幾條了 可是沒有一條是地方或中央政府 敢拿來處理非法的露營地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土地法規 就這麼厚厚一本 我們常說我們地政法令 細如牛毛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這一本還不包括全部 那我想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這個不是沒有法律的問題 我們這個問題 是縱容的問題 是執行你要不要去執法的問題 這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不是說沒有一個專法 又要因為露營區 也馬上要訂一個專法 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不要往這方面來想 我們確實都有法令的 區域聚要法 國家公園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其實都有相關的規範 現在問題是你政府 有沒有這個執行的一個魄力 你到底要不要真正來取締 這些違法的一個使用 是 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農地上也是一樣 農地違章工廠 或者一些農舍 我們現在都面臨這個問題 我們常有另外一個觀念 跟大家彼此交流一下 我們常說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這個英文叫做 zoning 這個是我們從國外學進來 我們在一九三六年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 就開始使用這個樣的一個制度 一直到今天 那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使用這個制度 而這個制度為了追求公共利益 它並沒有侵犯到憲法人民基本的財產權 我想這一點非常重要 以往大家就說農舍啦 我有一張工廠 我有土地我就要蓋 我就可以蓋 其實不然 我們有一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這個是為了追求我們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 這是核限的 因為我們沒有剝奪你的財產權 所以我只是限制你的一個使用 當然我們台灣 大家好像都認為 我有土地我有財產權 我愛怎麼蓋我就怎麼蓋 所以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 非常我想觀念上 農地上有農地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它可以涵養水分 地下水 它在環境生態上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山坡地也是一樣 但這些重要的一個價值 我想我們都必須要好好的把它們找回來 不過秘書長我們這樣講 可能很多路友會罵我們 人家好不容易去露營 我是風和日曆才會去露營啊 大風大雨 我就不會上山 可是如果出事的話 他恐怕也不一定是在大風大雨 或是大雨過後 那有時候大晴天 他可能也會出事 但我請教 站在路友或是推廣露營的 這樣的角色 政府該做什麼 政府就跟剛剛那個教授講的一樣 法都有 中央有法地方有法 問題就是執行力 今天我們推廣這個露營風氣 本來是很健康 可是健康的事情不能被 營地業者 就像那個剛剛看那個山坡嗎 怎麼突然就把它弄了 削了一大塊啊 就像那個新竹梅花國小 我大學生的時候 海西那個國小 擔任那個什麼原住民的 那個叫三地服務團 那個學校我還待過啊 一個月在山上 結果上面就要潑了 連當地的居民都抗議 今天做一些事情 如果是健康 怎麼會讓地方的百姓抗議呢 他擔心滅村啊 是 對不對 那今天就是說我們政府要執行 那個大量開墾亂推有沒有 整個山都推平了 我們以推廣露營這個正常健康風氣 我們都覺得不贊同 那問題今天老百姓和業者會說 那你來罰 可是罰罰太輕了 所以說這個 這個是不是應該 這個媒體呢 我們來加重這個推理 立委的慈悲跟智慧 就是要去訂一條法令 嚴懲這些所謂的破壞山坡地 然後變成露營區的人 其實苗栗有一些營區 我都去看過 看起來我就像剛剛主持人 你講的一樣 他本來一塊地也不大 對不對 那也就弄了也沒有破壞 也沒有亂挖 他只是把水和廁所有沒有 洗澡幫他準備好 也沒有弄了那麼多電 其實以露營推廣風情來講 到山上呼吸新鮮空氣 看看星星和月亮 然後聽聽蟲鳴鳥叫 對這種現在小孩子 天天滑手機有沒有 說真的 真的是很棒 是 問題就在所謂那些違法的業者 有沒有 大家都看不下去 是 那看不下去 誰能來動 當然是應該政府的機關來推動 法令都有啊 其實業者和老百姓 昨天還看電視了 有沒有 工人物業家他說沒有營業 沒有營業 怎麼那麼多人來啊 有沒有收錢 不然就站那邊去等看看 看有沒有繳稅 很清楚的 國稅局可以先查一查 只要站那邊站一天就夠了 我再請教你 所以站在推廣露營的這個角色 你期待 而且要求中央跟地方嚴懲研罰這些非法業者 剛剛那個新竹的不是那個圓民會的那個 有一個科長有沒有講了 他希望中央趕快有這個重罰 不然因為以前沒有聽過露營兩個字嘛 像工廠有排位有分區使用或是有規劃對不對 露營沒有聽過啊 以前露營是很安定啊 國中錄完也沒事啦 只是這些孩子長大以後有車了有沒有 然後又有山西產品 為了不讓下一代天天玩山西 乾脆帶你去外面好了 帶了外面的話 他外面還是有電照常玩山西啊 因為要做東西 他就會讓他會暫停啦 幫忙去提拉這個繩子 小孩子也快樂 像以前不露營的人 現在我推廣這個親子露營 像我的同學有沒有 他願意帶他的孫子和他媳婦兒子去去露營 當然他去的露營營地都是合法的 他還逗問我一句 這些人知不知道合不合法 我說很多人都不知道合不合法 業者和少數的路友都很清楚 那所有的露營 路友請注意啦 你上交通部觀光局有一個露營專區 你就知道哪裡是合法 哪裡是非法 哪裡的山坡會崩下來 你千萬就不要去助他 我再請教一下李老師 政府該重新再另一個法重罰嗎 我也同意剛剛徐教授說的 我覺得 處罰不足以自行啦 那其實我們很多地方 都是中央是定一個遊戲規則 真正是地方政府的執行力 那當然這個誕生機寄生蛋 有時候地方人力不夠啊 所以他就沒辦法主動去 可是我們回到剛剛智慧的應用 智慧的應用 那國土的偵測其實很清楚啊 你有大挖大開 那你就罰嘛 那罰的部分其實是得連續的開罰 罰到他手軟 是 我覺得這執行力的問題 也要符合比例原則啦 如果人家只是說一個那個營帳的地方 跟那種幾百個營帳的地方 你當然先抓幾百個 你不會這樣說 你變成一個小二就不是二 所以我同意跟他 一個也要做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應該就土地的 適宜性的分析 現在做一個梳理 然後該好山好水就很好玩 不會很危險嘛 對不對 那我們該讓他不要去的地方 即便是很漂亮的地方 那其實這應該是化為國土 不過通常好山好水就是好危險 說實在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難捏 不然我們只要分一級二級三級 五級 四級五級的三坡地 是 對不對 一級二級就是緩坡嘛 我們大家可以做農墓的用地嘛 是 你到了四級坡以上 你就是從瓊山高嶺 那根本不用開發 那錄影去龍洞那裡就有了對不對 石門龍洞那裡就有了 對啊 就是不一定要到深山裡面去嘛 特別是你不要開著四輪傳動的 那種跋山涉水 到那種很難去的地方 然後硬要人家挖一個露營區 你才去住這樣子 不過 其中建議一下中央政府 我們認為大概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透過國土計畫法 然後立即的啟動 觀光局正要負起責任 全台灣的違章的露營區 絕對沒有那麼少 我們就已經說了區域計畫法 至少就是八成的露營區 就應該都是違法的 好好的面對問題 就跟違章工廠一樣 好好的面對問題 不要讓到最後都是民間團體 然後自己拿出數據 再來跟你說我們該做哪些事情 謝謝你們 謝謝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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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一棵樹 取代一座墳墓 植一片樹林 代替墳場 貼近樹森 輕浮擁抱 也許可以聽見 王者仍在身旁 社會風氣轉變 樹葬逐漸興起 生與死的空間界線 如何找到新的平衡點 今晚十點 公示我們的島播出 一幕換一幕 我們到達到此 拿到這個地方 進去 對 我們都是第一次到達 由大傷身 未到達到 未到達到 甚麼部份 被捕你 沒有 誰 其他人 你們是否勝 總之 被捕你 你們是否勝 誰 誰 免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写出 冰分的冰 我可以告诉你 小小的陷阱 那只有一点的差别 有没有那一点 那一点 到底是哪一点 有没有 你说旁边那一个吗 所以要你自己说 你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 你说 当然是没有啊 一字千金 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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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